这个男人被一群杀手团团围住 为了保命 他趁机挟持了来者头领 老大健壮想要和他谈判 没想到却被男人一刀刺入手掌 随后又挨了一脚 当场倒在竹竿上死掉来 眼看场面混乱 男人又急忙拉来人质躲进房间 连捅人质树到后才跳窗跳了出去 可这个男人为何会被追杀 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这晚 阿东跟老大屠夫一起 到码头进行非法交易 本来一切顺利 不料就在阿东准备离开时 警察却突然包围了这里 阿东见状 赶忙夺过钱乡逃走 可还是警察天叔追上 不过下一秒天叔就愣住了 因为眼前的人 竟是自己的小舅子 阿东趁天叔没反应 故意把钱乡丢给了他 并迅速跳海逃走来 好在屠夫被成功抓获 但天叔意外放走阿东 怎么也是工作失误 为了不让天叔受到惩罚 华仔等人帮他把这件事 瞒了下来 天叔贼仔 头皮 阿邦 以及华哥 被称为金牌巫虎将 他们不仅工作默契 私底下也是好兄弟 但天叔没想到的是 贼仔和头皮 竟然想撕吞那箱钱 反正阿东逃走了 钱乡他们哥几个 分了也没什么 况且他们几个 虽然是警察 但收入却很低 仅人各有各的难处 商讨过后 他们决定平分钱箱里的一千万 但阿邦却并不想私吞这些钱 他能做的就只有不出卖兄弟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他们还是对好了口供 只是这一天来的有些快 阿东间报纸上并没有提及钱箱 怀疑是天叔独吞了这笔钱 他找到天叔 告诉他要么交钱 要么放了图铺 否则就别怪他 把事情抖出去 天叔闻言 对私吞钱箱的事失口否认 晚上他找到了贼仔等人 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 阿邦闻讯 建议他们把钱交出来 但除了华哥的那份没动以外 其他人都动了那笔钱 既然凑不起一千万 那他们只能选择放人 接着几人就想让阿邦 在法庭上做假口供 证明屠夫跟这次交易无关 阿邦闻言很生气 但为了保住兄弟 他还是答应来 随后在法庭上 阿邦就做了假口供 帮屠夫摆脱了牢狱之灾 不过事后 阿邦就被上级批评了一顿 如今他们已经照阿东的要求 放走了屠夫 天叔觉得 这件事能就此告一段落 没想到却只是刚刚开始 尝到好处的阿东 再次找到了天叔 并想让他除掉死对头 潮州饼 要是天叔不答应 他就把几人 私存赃款的事情 接发出来 看来天下果然没有免费的午餐 无奈 天叔只能答应了阿东 随后他把潮州饼 前去交易的地点 告诉了天叔 并要求他抓到潮州饼 就把他干掉以防后患 只是天叔也混了这么多年 不可能就这么任人摆布 他虽然依照阿东的要求 前去抓捕了潮州饼 但读到潮州饼后 他就把阿东的事情 全都说了出来 说完 他还把潮州饼给放了 这次 天叔要来个狱棒相生 左手渔翁之力 当天晚上 潮州饼就带人杀了过来 他要找阿东算账 阿东见此情形 马上意识到事情败露了 随后便趁机挟持了潮州饼 接下来也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屠夫见事态严重 赶忙上前和解 谁知此时 阿东已经冷静不下来 随手就误杀了屠夫 然而 等他逃到停车场后 才发现 头皮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原来天叔特意留了一手 就是为了彻底铲除阿东 可惜 头皮关键时刻 却掉了链子 一个脚滑就让阿东找到了机会 他用枪抵住了头皮 还好这时 贼仔及时出现 才没让头皮受到伤害 随后贼仔失忆 头皮抬起阿东的手臂 他则迅速开枪 掩护头皮 躲了起来 头皮身上没有枪 只能先逃出去找救援 谁知 他竟阴差阳错上了阿东的车 被躲在车后的阿东 一枪击毙 头皮死后 阿东迅速逃离现场 并向林郑公署 举报了天书等人 谈赃的事情 很快除了阿邦 其余几人 都被连政公署的人 带走了 既然事情败露 几人也就依照之前的计划 咬定自己没拿钱 并告诉检察人员 阿东是杀害警察的凶手 连政公署 自然不能相信 杀人犯的话 眼下他们也没有实质证据 只能把贼仔等人 放了出来 不过由于天书 和阿东关系特殊 因此天书被留了下来 从连政公署出来后 竟然就开始商量 应对策略 他们明白 想要解决这件事 就必须有人 把他扛下来 天书和阿华都有家庭 阿邦没有拿钱 剩下的也就是贼仔了 况且一开始 就是他先提出的主意 怎么算 都应该他去了结这一切 与此同时 阿东因为杀人 被天书的上级曹警官 带回警察局审问 阿东杀死了头皮 这令阿邦很是愤怒 完全不顾 还在现场的连政公署 上前就对他动起手来 谁知打斗中 阿东竟拿玻璃 砸破了自己的头 如此一来 他就能举报阿邦逼供 阿邦见状 质问阿东 怎样才能停手 没想到阿东却大笑起来 告诉阿邦 一切都晚了 连政公署见阿东 头上有伤 随即就要带他回去 没想到阿东刚出来 埋伏已久的贼仔 就冲了出来 想要一举解决他 但最后却依旧没能成功 无奈贼仔只能在同事的掩护下 翻墙逃离了现场 天叔被阿邦保释出来后 才听说了最近发生的事 想想昔日的兄弟 如今落魄成这一份模样 作为乌虎将的大哥 他倍感惭愧 随后为了保护兄弟 他决定自己扛下这件事 在此之前 天叔见了女儿一面 并嘱咐他拿着钱好好生活 接着天叔就来到连政公署 把一切都交代了下来 至于那一千万 天叔撒了一个荒唐的黄 他声称 把那一千万点燃煮了泡面 连政公署的老谭当然不信 他不顾天叔的求情 坚决要把贼仔抓起来审问 为了不牵连贼仔 天叔含泪在狱中自杀 以此逼老谭停止调查 果然天叔一死 老谭就害怕事情越闹越大 直接停止了调查 同时他还准备 把阿东交给警方 之后他和曹警官约定 上午十点在富豪大酒店叫人 贼仔得知这个消息后 准备提前去酒店报仇 阿邦文言不顾贼仔的阻拦 坚决和他同行 阿东这边 甚至自己一旦落入警方手中 一切就彻底玩完了 所以他杀掉了看守 准备逃命 谁知迎面就撞上了贼仔 双方终于迎来了生死一战 阿东拿枪对付几人 但都没有阻拦他们的进攻 子弹打光后 阿东自知不是对手 随即便要开溜 几人在走廊展开角逐 不过扭打中 华哥不幸被阿东摔下了楼 当场死亡 华哥的死激怒了贼仔 他和阿邦拼死对抗阿东 等警方赶来 几人全都伤得不清 警方劝告贼仔 不要干傻事 起料贼仔随即就开枪 击毙了他 为兄弟们报仇之后 贼仔拿枪来到警察面前 并当着他们的面 自我结束了 《五虎将之决裂》 上映于1991年 由刘德华 梁朝伟 苗乔伟 黄日华等主演 影片以一种另类的形式 展露了浓烈的兄弟情谊 而剧中将贪赃的行为 特地放在了警察身上 实际上是对人心的探索 不管是什么人都会有贪欲 面对各种诱惑 人与人也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而原则上的抉择 一旦选错 更没有回头路可走 所谓安安稳稳才是福 一时的贪欲 也许就是要用命来还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梦德斯就天天接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